立竿見影, 這個成語大家都認識 不過現在跟大家介紹一個新詞語 叫做立竿舞影 今天正午, 立竿景業不見影? 連影都要玩捉衣恩? 不會的, 沒可能的 即是叫世界末日 那些叫小雪, 或者是這個幻想 想像這樣, 沒可能是這樣的 那要帶我小朋友去看看 是否因為太陽在正香港的頭頂? 誰想在12時29分看自己是沒影的, 舉手 不信沒影嗎?我現在示範給你看 現在是12時29分, 看看我旁邊的廚房 是不是真的立竿都不見影呢? 我們從快鏡裡面看到 路上防撞處的影子越縮越短 直到12時29分, 真是接近完全沒影 無論在哪個角度拍, 都是一樣 至於人, 影子其實只是在腳底 幾乎沒影 對於香港位於回歸線現立, 立竿模影 就不在夏至那天發生 而是在夏至前後的日子 而且一年當中, 會有兩次 香港都會被太陽直接照射的機會 今年第一次發生在六月頭 第二次就是今天中午52.29元 這個現象又叫日當頭 今天前天文台台獎 林超英也在社交平台上作相片 拍到燈柱沒有影 那日當頭出現 會不會令到沒有影之外 天氣更加熱呢? 今天7月9日, 那個太陽剛剛在北面 回到南半球, 經過香港 所以今天大概12時半的時間 太陽就在頭頂了 所以所有東西都不會有影子 但當然, 溫度除了太陽的能量之外 還有很多因素 譬如說多唔多雲, 有沒有雨落 風大不大, 都會影響溫度 所以6月2日那次日當頭 溫度就不太高, 只有30度左右 但今天幾度應該都超過34度 因為今天太陽都很猛 亦都是完全沒有暈 所以會影響到高溫